人生是一本书 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allie Who冠名播出 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 我是小元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 就是我们以前来过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参加节目 米蒂 欢迎米蒂 嗨大家好 米蒂的全名是Shelby Christ是吧 对对对 那么米蒂是半个川妹子 她妈妈是来自中国的四川 她爸爸是美国人 然后近两年刚刚从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 是这样子吗 其实我现在还在上 还在上 哦对嗯太好了嗯 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人喜欢 所以那个经历怎么说就是感觉 呃一天我整个世界就变了 然后之后我就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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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之后就是这十年我很努力的去想把我的音乐做好 然后感觉要prove to myself 我可以用我的skills去deserve那样子的一个experience 好然后就是所以呢你一直在相当于在充电然后到那个上了美国就是顶尖的那个音乐学院 博克力音乐学院然后前两年还举办了个人的音乐会是吗 对我一直有在写自己的歌然后感觉 我每几年的那些歌都是会代表我那个chapter的经历 然后我特别想分享那段时间的音乐的故事给大家 然后现在正好我在准备发了很多这个chapter的音乐 所以应该明年还会做一个个人的concert 太棒了 应该是一两个月前你刚刚就是相当于是发布了你自己的一首新歌 叫love like什么glue 这个为什么会觉得love像那个干的胶水呢 我不觉得所有的love都是那样子 但是当时那首歌我想讲一个故事就是当时我自己有经历过一个爱就是感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站在一起 他去哪里我就想去哪里但是到最后就是感觉那个glue就干了 然后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分开了 所以我想写一首歌抓住那个感觉 就是来自自己经历的一个灵感是吧 对 那现在这首歌就是你发布之后的效果怎么样 我很开心已经有很多人告诉我他们很喜欢然后在YouTube上面我就是我跟我的表姐做了一个music video 然后在一个月内有两万个人看到了 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看到因为我一点都没有推也不是通过一个唱片公司去发的 就是自己放在YouTube上然后有那么多人看我自己很感动 我看到你发在微博上面有更多的人看到可能有六万多人看到 哦是吗我都没看到 哇 所以就是你在上学期间就是还没有完成学业的时候一直在创作歌曲是吧 对然后我在学校学的是音乐制作 所以我感觉我在学的时候我可以通过我的音乐去听到我学到的东西 所以我很开心一直在看我自己的音乐在变化 那上学到伯克利上学之后创作过多少歌曲 其实去年因为关在家里我写了应该有三十首歌 嗯三十首新歌然后今年才是第二个星期但是已经写了三首新歌 所以应该算这段时间的灵感比较多 嗯高产啊 嗯我说高产就是产量很大 嗯 那就是你创作歌曲都是自己写呃呃自己写曲子自己写词然后自己唱 对然后自己编曲制作哎呀太厉害了我对我对呃音乐制作非常那是我的热爱 嗯呃那你那个创作这些音乐的时候大多数都是来自生活的灵感是吗 嗯自己的生活然后我周边的人的生活然后其实我很爱看书 所以有时候我被一个书啊感动了的时候我会通过啊书里面的啊角色去写一首歌 那也是我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嗯那你现在就是看书我看你的中文都是越来越好了 现在你你你中文书也看吗啊中文书我是喜欢啊 呃听书因为有很多字我看不懂但是去听书的话我很喜欢尤其是中国的诗人的书我很非常的喜欢 嗯太好了嗯那就是嗯很多都是呃呃可以说是原创型格就那个那个呃呃音乐人对吧就是因为你是相当于是全能的 就是能够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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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实我两个父母都有非常的影响我 我爸爸从小就是会支持我们写歌 比如我们睡觉之前想听一点音乐的话 他说可以但是必须要是你写的 然后我们就是那样子的一个环境去跟音乐有很深的一个关系 然后我妈妈从小就是会给我分享很多她很喜欢的诗人 所以我对写作非常有兴趣因为我妈妈的影响 那你了解的中国的诗人或者喜欢的中国的诗人有哪些 我非常喜欢宅有名 咱有名是当代的现在的年轻的诗人是吗 她现在应该跟我妈妈差不多大 但是我觉得她的东西非常的有那种特别美的那种悲伤的味道 然后感觉她她看世界的方方式非常的感人 然后呢还有呢 还有一个男诗人叫欧阳江河我也非常喜欢 哎呦都没听说过 然后去年还是就是2020年你去中国了吗 去年没有但是我2019年的时候我休学了半年去北京待了一段时间 那也是跟你的那个音乐事业有关系吗 呃对当时呃我想去呃更了解一下中国的古典音乐 因为我想多放一些那些元素在我的音乐里 然后呃 我现在刚刚开始学古典 所以呃应该是那段时间的影响让我特别想多学一些写中国的呃 乐器 那你当时在北京是呃到音乐学院去进修了吗 呃不是我当时是跟一个呃呃叫什么音乐经纪员有签约 然后他呃带我去很多地方呃听音乐 然后呃都了解一下呃现代和以前的中国音乐 嗯 那你呃当时接触了有没有呃呃我觉得这段经历应该很有趣就是能不能展开讲一讲 嗯 然后的经历啊然后都看到见到哪些音乐人啊看到什么就是难忘的场景啊可不可以讲一讲 其实说实话那那段时间让我最感动的一个故事是我去了安徽 然后去呃那边的一个山上呃看景 然后我突然听到了超级美的一个人的呃呃声音 然后他就是在山上在唱歌然后他在扫地 他他以为没有人在听到他唱歌嗯 是我我就是一辈子听到的最嗯free的一个声音 就是你真的可以感觉到你在听到他的灵魂在在呃表现他自己的开心 他唱的是什么是流行歌曲吗还是他自己也是自己创作的 应该是自己创作的因为我我问我旁边的人我说你你知道这首歌吗 他说不知道但是他说呃也许是他自己编的歌 所以我也很好奇这个人的故事 没录下来没有因为我觉得他是在那是一个很呃就是怎么说 他以为没有人在听到我不想我不想呃呃去打扰他 对对对所以高手高手在民间是吧 嗯嗯所以我很很开心的在那里坐了半天 嗯嗯有什么感想 其实说实话那时候我感觉我 在音乐学院待了两年很多人都是教你怎么去用他们的方式去表达你的想法和你的感受 然后就是很容易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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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就真的想去找回我的那种很单纯的一个地方 我不知道我要说清楚 找回自己啊 对 然后呢 其他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很不寻常 因为大多数人可能会去 比如说可能会带你去参加各种 因为国内现在中意节目比较多 对吧 然后就是 然后呢 你的经纪人却把你带到了山里面 然后能够让你见到这么难忘的一幕 对 我觉得真的很幸运有那些经验 然后也听到了很多非常美的中国古典乐器的声音 我觉得非常的影响了我 比如 我很喜欢古江的声音 也喜欢马头琴的声音 喜欢 我觉得听到不同的 就是平常在美国不会听到的乐器的时候 我就是会感觉打开了一个窗户 就可以想到更多旋律啊 更多的就是去设计音色也会有更多的选择 那你现在其实是在美国的时候已经精通了好多种乐器了 是吧 像钢琴啊 什么结塔什么都会是吧 对 我现在 我最喜欢的是 我去年开始学非洲的鼓 嗯 然后现在那是我最喜欢弹的一个乐器 为什么会喜欢这非洲的鼓呢 我觉得 你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 你 你 不知不觉的都 就是会想跳舞 就是感觉那个音色里面有一个 让人很感觉很 很free 嗯 那你去过非洲吗 还是只是在美国听到了这种乐器的那个声音 其实我爸爸17岁的时候去了去非洲 待了几年 他在那边教书 然后他回来的时候 他现在还是被那段时间的影响 就是那段时间 影响了他很多 所以我们从小就是会经常听很多非洲的音乐 然后家里有很多非洲的物品 然后 就是很喜欢 听那边的故事 所以我对非洲鼓的好奇性是来自于我爸爸 嗯 你爸爸他也是爱好音乐的人 然后他自己会弹着一些乐器是吗 有个乐队是吗 对 他们很可爱 每个周三 从我生出来到现在 每一个周三都会一起弹他们的 band 他们的 band 他是吉他手 嗯 然后你有的时候会参加吗 或者 或者经常去看吗 我会经常去看 我感觉 每次看到他们 我就会有 很大的一个希望 就是以后 我也是 跟我爸爸一样大的时候 我会有一帮朋友 也可以一起 每周 玩 一起弹音乐 嗯 好棒啊 这个乐队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实现的 希望 是 那你自己经常 经常那个弹奏乐器吗 就是是每天都弹 或者 嗯 我 至少 钢琴和鼓针都会每天弹 但是 其他的乐器就是看 我 那段时间 在创作什么东西 如果 正好创作一首歌 有吉他的话 我会 呃 那段时间多弹一点吉他 那段时间 有多一点的鼓 我就会 那段时间 多弹鼓 有没有想过创作中文歌曲 就是你 你现在有些歌曲都是 英文的 呃 我其实也有写过中文歌 当然你在八岁的时候 是八岁吗 就是外婆家是你的成名曲是吧 对 啊 之后也写了蛮多的中文歌 但是 还没有发 嗯 嗯 真的 真的了不起啊 就是 然后 我们 听一下广告 广告之后 呃 我们 继续 呃 精彩继续啊 就是我们 呃 那我们听众以 要有更多的机会了解米帝 广告 这两分钟左右 这两分钟左右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chineseradiosh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radiosheattle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Channel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Chineseradiosh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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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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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 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 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 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 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 请致电就近的LNI办公室 或者致电免费电话 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 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 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 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 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 还有您自己的健康 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 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 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 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 见面的时间要短 规模要小 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 并戴上口罩 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 那今天我们通过Zoom采访到青年音乐人 Shelby Christ 米蒂 我认识米蒂也是有好几年了 当初他还没有去上大学 那么在我们西加图那也是蛮有名气的 那么米蒂呢是半个川妹子 是吧 然后你妈妈是四川人 然后你爸爸是那个美国 美国人啊 然后我很想知道就是半个川妹子是什么样的概念 你对 很多人都知道川妹子是漂亮 泼辣 喜欢吃辣 或者说你差不多也这样吧 就是然后去过有没有去过四川什么的 有我感觉 我第一次去了四川就 感觉那个地方真的像一个家 我觉得尤其是成都那边的环境非常像西雅图 那边也是经常下雨 然后那边也有很多很酷的艺术家 所以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去四川玩 然后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你父母对你的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你父母在这边做事业做的都很大 然后为什么他们的业余的爱好 就是音乐方面的爱好 反而对你就是把我遗传给你了 就没有把这个做生意这方面 你们要往做生意那方面发展 其实我觉得他们一直都是想看我们对什么样子的东西有兴趣 然后会支持我们在那方向发展 如果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对房地产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他们也会支持我往那个方向发展 但是我从小的时候就是一有音乐 我就会很安静的想听 然后从小就是很喜欢写歌 所以他们就是很支持我 然后就是你对未来的发展 信心有多大 就是因为你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成就 就是也能创作这么多的歌曲 那未来对自己的未来是怎么想的 其实我这几年想 面对我的 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对自己的歌 现在越来越来越有信心了 然后我终于敢发出去 因为我有将近十年 不敢发自己的歌 现在终于不那么怕了 所以就是发出去 有什么效果 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只要有有几个人喜欢的话 我就会很开心 然后就是在 Berkeley那边那个音乐学院那边是 学业的计划是怎样的 就是 我希望我 就是 毕业之后我想 去学 music therapy 然后我希望 我的career 的direction 就是想当音乐治疗的一个人 那你觉得音乐能够治疗人吗 就是抚慰人的心灵是吗 至少可以 给别人一点 comfort 让别人安静一下 或者感觉没有那么孤独 我觉得 音乐是一个非常 有效果的一个 一个治疗方式 那有没有想要做全职的音乐人呢 就是 创作啊 创作歌曲啊 然后自己在 在produce它 然后就在发行啊 这样子 当然 希望可以这样子 但是 我还是希望 可以同时 在学音乐治疗 因为我觉得 那两个东西都会 一起 有互相的帮助 如果我学 音乐治疗的话 也许我的音乐也会 变得更 有治疗的那种 严肃在里面 嗯 我们知道你就是 喜欢看书 你经常 弹奏乐器 然后你的灵感 主要是从 就是 这个生活方面来的 那是不是 还有很多来源 这个灵感 非常多的来源 我觉得 我经常被 我看到的东西 或者听到的东西 会感动 也许 走在 马路边上 听 有别人 走过来 听到他们 在讲话 如果有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感动的话 一个一首 整个一首歌都会 一下就 跳出来了 嗯 我觉得 世界 真的是 非常充满的 故事 所以我们去 看的话 去听的话 很容易就可以 找到灵感 有没有例子 就是 你以前 跟我讲一讲 有一段时间 嗯 我想想 我 我前段时间 不是去年 两年前吧 有一段时间 我写不出歌 嗯 但是突然 嗯 我跟我爸爸 去 想去爬山 然后我们 路过了一个 火车 站 然后 那个火车站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 很像 欧洲的那种 嗯 嗯 教堂 我就 想到了 嗯 我自己就是 编了一个 很浪漫的故事 两个人 啊 就是偷偷了到一个 啊 火车站里面 然后在里面画了 啊 像 欧洲的那种 教堂的那种 画 我不知道 啊 怎么说 就是 啊 像西班牙教堂 我说 坚定的那种 教堂 嗯 然后 我被 那个 嗯 就是 我就觉得 非常非常地 浪漫 一首歌就出来了 嗯 也就是因为 我们开车 有三十秒钟 路过 一个 火车站 然后 灵感就突然就来了 是吧 对 嗯 然后 我看你好像也 比较喜欢旅游 是吗 爬山啊 然后 欧洲 去过欧洲吗 你 去过 我 去年的一月份 去过 然后 嗯 去过哪些国家 我去过 啊 去年是去了西班牙 然后去了 法国 然后 呃 第一次 自己 呃 旅行 去了 德国 和 嗯 阿姆斯特丹 和 普派 没有 所以去了 就是 荷兰 然后 那个 对吧 是 然后那个 德国 法国都去了 哦 不是 那个 西班牙 然后 每一个国家都喜欢吗 就是 嗯 但是 我觉得 西班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因为 那边 尤其是巴塞罗纳 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热情 然后 就是在路上可以看到超级漂亮的 嗯 呃 就是那些家都是非常酷的设计 然后 有很多很厉害的音乐 然后很多 我很喜欢的诗人 也是从那里出来的 所以 所以 去了那个城市就 嗯 有非常多的灵感 所以 它的 艺术氛围特别好 是吧 嗯 然后 就是 大家的 呃 这种艺术的素养也很好 对吧 嗯 也不是说 其他的地方 不好 就是 那边 特别 有特别 多的 呃 敏感 那这个语言 他们讲西班牙语 就是你 呃 你是不是也学 也也会 一些西班牙语啊 啊 我的西班牙语很差 但是 在 小学的时候 学了好几年 所以能听懂 但是 说起来 很困难 哎呦 所以 有 有语言天赋啊 哈哈 你的中文已经很好了 谢谢 嗯 嗯 然后就是 那其他 其他国家呢 就是 你 你 你去国的 像 像荷兰啊 然后 东亚利啊 啊 我 非常的喜欢 Amsterdam 因为我觉得 他们 的 环境 就是 虽然是一个 大城市 但是 但是有那种 小城市的 安静 嗯 所以 我也有想到过 我毕业后 想在那边 住一段时间 你想到荷兰 去住一段时间 嗯 其实每个国家都喜欢 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魅力 嗯 巴塞拉也不错呀 就是 可以到巴塞拉那住一段时间 我也觉得可以 我其实我哥哥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 他非常喜欢 嗯 你哥哥 嗯 你哥哥在现在住在欧洲吗还是吗 啊 他 去年搬回来了 他现在在 呃 加州住 哦 旧金山 嗯 然后你还有一个妹妹是吧 嗯 他正好 今年要去上大学 然后你妹妹也喜欢音乐是吗 是就是跟你差不多也要学音乐吗 啊 他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他 他 他的音乐天赋 我觉得 比我多很多 他就是 对 他他写歌非常非常厉害 然后他也对 当导演很有兴趣 所以也许他会当导演 哎呀 都是都才都艺啊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 精彩继续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scbaceattleat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召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 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crsradioatgmail.com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常勿扰 一战到底 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www.crossingstv.com 美国故事栏目 由高帮地产公司总裁 建筑商胡秀平 肖利胡冠名播出 电话425-443-5668 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 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也非常有幸的请到 非常有才华的青年音乐人 米蒂 米蒂呢 是从童馨到现在啊 已经 就是进入这一行 已经好多年了 十多年了 对吧 但是其实还年轻 很年轻 就是好像入房十多年了 但是还就是大学还没毕业啊 就是然后就是可以说是前程无量 我还是想就是你有没想过 就是到中国发展你的音乐事业 原来你的音乐梦 就是因为中国毕竟市场很大嘛 然后如果一旦路口出名出的很大的话 然后就可能一下子就能够 这个路可能会 这方面能够走得很很宽很远 我又想到过在中国发歌 因为我一直都是非常喜欢中国音乐和 其实我非常喜欢在北京住 但是至少现在我要先把大学毕业了 然后才敢在那个那方向想 我也觉得我的中文需要进步一点 我才可以在那边发歌 我觉得你的中文已经比几年前也好很多 年前你的中文是在微博上是用英文写的是吧 那现在都用中文写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个是你的中文讲啊 然后不管是听啊讲啊都是 不小心看不出来你是一个美国人 谢谢你 就是这方面还是有 我自己觉得就是觉得应该有很大的潜力啊 当然你现在这么年轻 各方面都有很多的潜力 谢谢 现在不知道过几年会怎样 所以也许会在中国也许会在这里 不知道 然后你创作了这些歌曲有没有想过 怎么通过什么途径能够把它都 都发出去就是啊 你现在这首歌就 Love like 这个也很好 然后就是 然后有没有想过要做MTV啊 就自己出镜怎么拍啊 什么的这样子 那首歌已经有那个动画的MV 所以没有想到再拍一个 但是我过几个月会有一个舞蹈的MV 会发出去 那首歌是我所有的歌里面特别喜欢的一首 所以很很期待给大家分享 然后是不是可以跟唱片公司联系啊 然后就是这种发 你可以发现单曲的嘛 我下个月会再发一首单曲 至少现在我没有想到跟唱片公司合作 因为我觉得上学的时候 时间没有那么多去 做更多 比如 Live shows或者去宣传 所以想等毕业后才去 正式跟不同的唱片公司谈一下 然后 就是 你现在是最好的一个创作期啊 就是能够很短的时间创作几十首歌曲啊 然后这个 就是说是不是 继续保持这种势头 有没有打算就继续保持 说实话 有时候灵感是很难讲是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 所以 有的时候我就是尽量 能写多少歌就会去写多少 但是 如果今年没有那么多歌的话 我也 也无所谓 我还是很想就是知道你的生活的日常啊 就是你 我们刚刚也通过你了解就是你有 你爸爸是喜欢 从小就喜欢音乐的一个做business的做酒店的开发商啊 然后 然后你妈妈是四川来的 然后你还有哥哥还有妹妹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你的家人 然后你的你你你你从小一些生活的一些那个 嗯 一些片段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 可以啊 我爸爸叫Michael 然后他是他其实是在德国出生的 然后他呃从小就是非常喜欢弹吉他 非常喜欢呃他其实呃画画很很厉害 他画油画 然后前几年还有几个画进了中国的几个展 所以呃他对呃 嗯 比如说来呃曾有灵感和天赋 但是他是一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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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그� он 是 tag a سم 有四 是 十年的房地产的ง Justice 呃 然后他的 business 和他的爱好就是完全不一样 呃 就是完全不一样 然后她的work life 她是很serious的一个business man 然后我妈妈是来自四川的一个女强人 我觉得她是一个 很strong的一个人 但是她同时也教了我们 就是她 我们从小她教了我们最大的一个东西是 不管怎样 就是不管你能做到什么 不管你有多successful 最重要的是要当一个kind person 所以我觉得那样就是很代表我妈妈的性格 她是可以就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但是对她来说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还是当好人 然后我哥哥是一个 他比我大两岁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滑板的一个人 所以她去 她非常喜欢 在世界上到处跑 寻找世界最 值得滑板的地方 然后我们两个的关系特别好 然后我妹妹 她现在17岁 然后她是一个 也是一个singer songwriter 她也是一个非常对做director很有兴趣的一个人 她非常有creativity 所以你跟你妹妹都是在艺术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 对 然后你妈妈就在你们从小的时候就教会你们就是要要做 首先做好人是吧 真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家庭啊 就是 我觉得很幸运 最幸运的是我 我觉得很难得 不仅是很爱我的家人 但是也觉得他们 我都很喜欢他们 我觉得很难得 有这样子的一个家庭 然后你 你八岁时候的那个 成名 成名取家外婆家 然后就是 是 讲的是你自己的外婆吗 我外婆 来了下图 带我和我哥哥 到我六岁的时候 所以她其实 跟我 她在我生命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我跟她的时间 特别多 然后 我七岁的时候 她过世的时候 我很难过 然后过几年 我刚刚开始写歌 我觉得 很重要 第一首歌 我想写的是 给她写一首歌 非常 非常 难得啊 然后就是 作为半个穿妹子 也是 所以 能够 作为在美国出生的一个一个女孩子 然后就是 你爸爸也是美国人 就是可以 是德国人 然后 然后就是 对中国的文化也 就是可以说 掌握的这么好 就是不管是语言 音乐 然后就是 特别是 对中国 不管是家人 对中国的文化都有那么好的感情 就是 那 我们 不知不觉就是 节目马上到尾声了 那你有没有什么 就是在 我们节目结束之前 要跟我们听众讲的 就是 有没有什么愿望 我希望 我知道现在 我们大部分的人 在家里很 有很多人会很孤独 但是 我希望 我希望你们今年 可以找到很多东西 让你们很开心 让你们感觉 有 有 connection because you're not alone 我们都在 然后 希望你们 今年 马上要过新年了 希望你们 新年过得很好 希望牛年 给你们带到了 很多 快乐 那 我们听众 想要关注 你的新歌 应该到哪里去找呢 我的新歌 如果在Spotify上 和Apple Music都有 然后 如果想看我的 我跟我表姐 做的MV 在YouTube上 如果查到 Love Like Dry Glue 就可以找到 我的 artist name 是 Shelby Natasha 在Spotify 跟那个Apple Music 上面都是这个名字吗 对 好 那我们 祝您 在艺术上的发展 会 艺术道路 能够越走越宽 也期待 更好 更多 更好的歌曲 谢谢 非常感谢 米帝 Shelby Christ 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 收听 谢谢 新冠疫情当前 出门 请戴口罩 每一个人 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 还是在工作的 谢谢米帝 拜拜 拜拜